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補的有一個說 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為什麼用在微豐呢 因為微豐 來 微豐南山竟然才開幕半年 就有廠商花了八千萬去裝潢 人家做一個月說我不玩了 突然之間 結束營業 8000萬的裝潢做一個月就結束營業 難怪人家說 微風南山的這家店 是史上最貴快閃店 好 那它有店 突然之間快閃要關門 為什麼我說 把人失敗了幾塊塊 因為SOGO很開心 SOGO是微風的宿敵 所以SOGO暗送在心來 好 這家馬上吹息燈號的餐廳 叫月品 月品白酒 事實上它展望在微風南山有三家店 三家店同時 這個店才開幕 4月才開幕 5月31號就關門了 就說我們不做了 才一個多月嘛 對 那它就說它不做了 它結束營業 那這件事就在整個台北的百貨商圈引起討論 當然阿冠你剛才講說SOGO會很高興 因為他們倆是宿敵 因為微風跟SOGO一直有競爭 那當然 可能SOGO現在就在看微風的好戲 那先我們來講說 為什麼 怎麼才開兩個月就收店 而且你花了8000萬對不對 不到兩個月 他們最可怕的是說 因為我們去打聽到說 整個來客數掉了三成 那一般大家都期待說 因為微風是1月才開幕 1月開幕以後 所以微風南山生意不好 對 大家害怕的是這一點 好 因為現在大家這樣 因為它一下測了三個店對不對 那測了三個店之後 因為聽說美食街的人更少 那有人現在各式耳語不斷 有人說業績掉三成 可是也有人就在想說 是不是餐飲開太多了 因為當初設計 沒有想到有這麼多餐飲 各位你知道嗎 這個百貨商場40%是做餐飲 這個跟一般百貨的概念不一樣 他沒有太偉大的很多的精品店進去 但是他有非常高檔的米其林級的餐廳在裡面 好 那所以這個是微風採取的一個全新的策略 到底能不能奏效現在是一個大溫號 那因為這件事情會引起討論 關鍵原因是因為 你知道微風南山是在信義商圈的 第幾家百貨公司 阿關妳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很少逛街 第13家 所以是不是飽和了 接下來今年還要再開兩家 所以到明年的這個時候 0.5平方公里境內有15家百貨公司 在這邊競爭 然後每一家都打這種美食然後百貨 就是大家覺得太一致了 所以大家就在看衰 覺得微風南山很可能 會真的出現一個測電潮 可是好 那我們這次就有特別訪問了微風 結果他講 他們講的這個 我覺得也是某一部分的真實 但是講來了以後 其實讓很多的店家 更緊張 心開始寒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試者生存 做不好的就應該撤退 所以你這個兩個月走 那雖然我是意外 因為你們這個提早就解約了 對 那但是問題是 我們採取的策略就是什麼 做不好的我就淘汰 做不好的就淘汰 所以他們微風的策略就是 他永遠同一個櫃位 有三家店在排隊 所以他 那這個會讓所有的廠商就覺得說 那我們是來給你試著用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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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